高雄海底电缆新建工程举行开工动赌典礼 高雄市副市长罗达森与多位重要贵宾到场祝贺 共同为新厂祈福奇产 预计投资超过新台币100亿 提供超过250名以上的工作机会 非常荣幸能够代表市长参加今天 华兴在高雄成立的这个海底电缆 产房的这个新建工程的开工动赌典礼 我们了解其实华兴立华在台湾的这个公司 它整个这个已经超过50年的这个历史 那事实上成都董事长所提 一直在电缆跟它的这个不锈钢应该算是台湾的里头羊 那此次从这个电缆部分 这个推进到海底电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突破 也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以华兴立华本身的这个在电缆 多年的这个经验跟技术 我相信这个案子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同时也为我们国产化 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里程碑跟标杆 罗达森表示 业者百亿投资 自建厂规划初期开始 便由市府邀请各局处 组成小组与业者共同研议 促使各项进度如期甚至超前 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关系 当然能够加速提升我们华兴立华 在整个海底电缆的这个技术能力 同时也开启了我们未来在国际市场 非常深厚的这个基础 这个有这么好的这个伙伴 那当然我们高雄市 也不能浪费啦 所以这个投资的将近一百亿 这个未来的产值可以达到超过一千亿 同时也创造两百五十人的这个就业机会 对我们高雄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 所以当初在华兴立华 来跟我们高雄市政府沟通 说怎么样来共同加速相关的建厂骑程 那我们就邀请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局势单位 来共同跟华兴立华的团队 来就他们整个建厂的骑程 一个一个局处来做讨论 那确定可行性跟合理性 那我们就逐步将这个相关的这个证照 执照的发泛 就跟着这个工程期间来一起来推进 罗达森强调 感谢业者投资高雄 从路上电缆突破到海底电缆 为台湾离岸风电国产化 树立重要里程碑 更独家引进国外丰富风场 海南技术能力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让我们到处就在工作